水有四种功能 一 性轻 供水时你的身心是健康的 六根会暂时清静 二 制软 能让你的意念柔顺 经常喝水的人意念比较冷静 不经常喝水的人一发脾气 比如嘴巴一干 浑身冒火 就想发脾气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三 义猴 多喝水能妙语连珠 讲出的话非常好听 多喝水能让人的心平静 多喝水能让你的脑子清楚 四 清澈 意念清明 意念很干净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心灵法门普度有缘众生得离苦 修学将近七年 化当年 几注手术得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师父法身救治 因自己的素页得今世的现世报 有缘遇到良师如佛陀 把这么好的佛法带到人间才能得救 观观难过 观观过 自修经文 无比殊胜能量 例如用上大悲咒自修经文 来化解双腿的经络问题 缓解疼痛 五大法宝 信愿行 真的灵验无比 今世闻到佛法 珍惜当下 好好修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我分享学佛后通过念经 念小房子 超度打胎孩子的经历 没学佛之前 因为不懂因果 我打过一个胎 十年了 有缘遇到佛法后 我从去年七月开始 超度打胎的孩子 念了三拨二十一张小房子 梦到同学生了个孩子 后来又有梦境提示 还要继续超度打胎的孩子 于是又继续念了一拨 二十一张小房子 心中担心超度不走 结果念完两天 就梦到一个网红怀孕了 梦中我还问他 你怀孕了呀 念了半年 终于把打胎的孩子超度了 心中特别激动 以前无知的我 还为此花钱找过通灵人 超度了 好像有两三回都没超度走 学佛后才明白 自己造业 自己承受 花钱解决不了因果 通灵人只能暂时 把灵性赶走 自己的无知 让我这十年来 被事实蒙蔽 一直财运不济 不顺利 都不知道原因 奉劝 打过胎的有缘人 一定要相信因果 尽早念经 念小房子超度 否则 拖欠的债越来越深 分享结束 如果 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 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心灵法门为学业助力 一 节目精彩摘录 五 应对考试时头脑空白 放轻松 不要太有压力 选自2013年9月15日 悬疑问答 请问师父 一个同修 他的孙子 现在十岁 可是他平时是没什么 可是他一到了考试的时候 他就会头脑空白 这是他的妈妈的流产孩子 在他的身上 这不一定的 从医学角度上讲 就是他的缺血 脑供养不足 血啊 在脑子里供养不足 所以突然之间会空白的人呢 实际上就是血流啊 突然之间冲不上去 所以这样的人呢 就是说 突然之间会脑子一片空白的 比方说 花 比方说就是花的什么事情 花的太多了 比方说 你的肠胃吃东西 吃的太多 去考试的话 所以过去有一句话 就是说 人吃的太饱 做不了事情了 因为吃的太饱了之后呢 他血液到肠胃里 帮助你消化 所以大脑的供血就缺少 所以人为什么吃完饭 就喜欢疲倦 要睡觉 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吗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像他一个是太紧张了 造成他的 就人家说 就像说 这个血液供应不上了 太紧张之后啊 会造成他的血管收缩 血管壁啊 收缩之后呢 脑血供血不足 突然之间脑子 血流量不足的话 他就会脑子有种空白感 明白吗 明白 所以 这是医学上的 另外从这个角度上 你还叫他放声 放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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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让他多多的自己念点心经 明白吗 心经啊 他本身 那个小孩子有念心经 然后他的奶奶 有帮他念小房子 念功课 这个就是 这个到考试的时候 再念小房子就来不及 靠的是平时做功课 明白吗 如果是平时的话 呃呃呃一个星期小房子要多少张啊 如果他这样的情况 像他这种情况用不到很多的 像这个这种情况三四张够了 实际上我觉得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气质性的 气质性的就是长期的每次考试的紧张 造成他到这个时候他就会紧张 明白了吗 我们讲起来叫经济状态不好 就是经济状态 就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啊 人就会一种 比较高度的紧张 那么高度的紧张之后呢 这个血液啊 他一下子有时候会 就血管病会收缩 然后血液供血不足 突然之间脑子会一片空白 ok 这样他除了念心经 还需要念一些什么经文 没有你叫他先泡脚吧 泡泡脚吧 那小孩子要泡脚 哎小孩子要泡脚 然后让他血液 血凝度不能太高 像他这种情况可能是血凝度太高 血凝度太高呢 就是在血管病呢就冲不上去 冲不上去呢 就好像沾得很慢 所以他脑子就会暂时性的缺血 暂时性的缺血就会造成脑子暂时性的空白 明白吗 这个我觉得他多自己按摩按摩啦 然后呢多念念心经啦 让他自己心理调节放松一点啦 然后让他自己能够应付啊 觉得这个没什么好问题的 考不上也没关系啦 要这种压力不能太大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师父告诫众徒弟 学佛人应以人师为我师 以人德为我德 以人表为我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